賽事在澳門運動場進行 六三主場的澳門開賽組段有破門機會 徐凌鋒傳入禁區可惜梁志成射高 澳門在下個月將會出戰世界盃亞洲區首圈外圍賽 和緬甸進行兩回合的比賽 近期積極備戰 稍後隊長艾美達接兵傳送頂入 但被判越位在先入球無效 不單現時的世界排名185位比澳門低三位 完半場前三分鐘卡馬索南在右路突破 避過林嘉誠的防守後傳中 借德姆藍杰門前撞入 協助不單半場領先1比0 澳門今年已經進行了兩場國際友誼賽 先後輸給新加坡和緬甸 今仗力爭打開勝利之門 半邊後無奈林嘉誠右路傳中 撞到艾美達後彈中門柱 艾美達隨即保射 但處理得有點心急 錯失大好機會 不單在下半場也組織到盜獄的攻勢 卡馬索南傳中 先德拉多吉第一時間起腳 球被何文輝撲倒再中未 卡馬索南的表現相當活躍 其後在禁區外放冷戰 同樣過不了門利 落後的澳門作出多個換人調動加強攻勢 不過未能夠收到成效 最終澳門主場輸0比1 今年的國際友誼賽錄得三連敗 把握力是差一點的 但基本上是做到教練的部署安排 即是我們控球在腳 組織去做build-up 去進攻 始終是前面的把力是差一點的 我們會更好 我們會更好 我們會失敗 我當然不愉快 但我必須給球員的支持 因為他們會試 我覺得馬索南的男朋友 會給予很好的戰鬥 他們會對我們的計劃 我們有計劃 他們會對我們計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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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